林郑月娥已经公布了洪宛宴的调查报告, 怎样去看这类事情呢? 我经常说看这些问题有宏观有微观, 当然宏观大家看两点,我只是看两点, 但看这两点并不等于结论是同样的, 因为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结论,不要紧要, 怎样都看两点,第一是官方去进行这类检讨报告、 调查报告的时候, 其实大家看它的方向的重点在哪,就可以了。 因为任何这类的报告可以从紧或从宽宽的标准去看, 这当然是用官方的语言,就叫做大局为重。 这一个民间或第三者,外国是影响不了的, 因为公权力在官方手上, 所以大家观察下去究竟是用紧还是宽松的角度, 大家自己有同的观察,第二个是怎样呢? 官方有它自己本身的自由,它的取向, 它的大局观念等等, 问题是市民是否接受呢? 这裡又要分开来说, 我想大家自己都心中有数了, 究竟能不能够满足到大家主流民意的预期呢? 现在初步因为未有调查, 只能够按大家自己本身有那个感觉, 不过现实告诉大家, 无论主流民意是怎样的, 似乎不是官方的检讨重点或关键所在,是吧? 那四,刚才那两点就是一个观察的方向, 然后各有结论, 我经常讲这些,大家明白就可以了, 因为明白了就是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或者那个观感, 而这一点来说,无论官方影响不了官方, 它按大局为重的角度去自己做它的检讨报告, 事态就是这样, 双线发展, 然后又互不影响的, 这个就是现实了。 第二个角度去看, 就是从刚才讲的那些, 官方是从所谓的大局, 它的大局的角度去做检讨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概括归立现在这一个报告, 那很可能就是我尝试总结八个字, 就是棄出保局,不是棄出保税, 是棄出保局即是官方的大局, 跟着减少震荡。 所以就是这八个字, 按照这样的角度来看, 官方就觉得, 你从细节来讲, 它就逐个逐个细节去检查, 谁有事,谁没有事, 谁是可以接受的, 你见它已经是从有工作需要的角度去界定了很多, 这些是可以接受的,这些是可以理解的。 在市民的角度来讲, 就是高高举起,轻轻防下, 这便符合官方的棄出保局, 你保住那个局, 不要那么多震荡, 然后你不要被人承虚而入, 又不要被所谓外部势力借题发挥, 这些是官方本身的需要, 而且它一定做到的。 你见大家从一个宏观政治问责的角度去问问题的时候, 林郑月娥很简单, 它就用点, 即是逐个逐个很细致, 谁是谁都无事的, 当大家问到一些细致的问题的时候, 它便用宏观的回应, 即是以点去破免, 或者以免去盖点, 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关辩论, 或者表达的技巧, 大家看透了, 其实就是会领会到, 这个就是棄出保局的需要。 跟着大家就会问, 这样会不会跟挽救形象连任有关呢?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提问, 但又是没有答案, 因为这件事你要看它以后的行动, 还有即使是有连任的意愿, 但是那个作用, 即是你处理这次鸿门烟事件的作用有多大呢? 似乎又不是单一, 或者重要因素, 因为我想北京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 又不是纯粹看你这次鸿门烟, 要处理成点,是吧? 所以这一点如果想着 透过今次来挽救形象等等, 跟连任有关, 似乎这个就想得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 全世界其他西方世界政府等等 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 都是这样以他们自己本身政权的大局为重, 放弃了一些,他们叫弃足保税, 在台湾那边弃保效应,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不过问题就是, 大家去看透这个政治运作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原则, 就是计算政治成本, 所谓政治成本就是放弃谁, 或者对谁的处法是轻或重, 其实就是看它的政治成本重还是轻。 如果政治成本轻的, 而得力气质补局的效果大, 全世界都是这样想的,是吧? 所以这裡其实是经过一个事件, 让大家来更加观察入眉各种政治操作, 我经常说,提高拓展文字, 提高这些观察的能力角度来说, 很可能更有得益, 因为大家怎样表达呢? 是影响不了官方要补局的作用的。 好了,从这裡引导, 大家可以看到林郑月娥经常讲几件事, 中央最后要跟中央交换意见给了报告等等。 这一类说话的包装其实就告诉大家, 主要的决定、考虑因素, 北京因素是挥之不去的, 无论北京,即使是北京, 我放了手,等你自己做, 但是香港这方面都会自动埋位, 北京说我给了全权利, 你猜香港方面是否真的会禁自己独立思考呢? 大家有自己的结论, 但是总之这一个合理的推测 就是挥之不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施局级的官员是北京任命的, 而且是实质任命,特首是提名的。 所以今次北京的因素,建制的因素, 建制的因素就包括大家会计数了, 林郑究竟是保徐英伟还是不保, 还是用体面下台等等。 而怎样处理徐英伟和其他建制的关係呢? 因为特首选举就马上很快就开始了, 每一个政治板块大家都在计算,是吧? 所以这个就更长远了, 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老百姓或者即使建制里面, 北京其实都关心一件事而已, 你这个事件如何去止血, 如果你越慢, 人越来止不了血,或者那个伤口越大, 你怎样做呢?都没用了,是吧? 所以我经常讲,大家去做这个观察, 怎样去认识现在整个形势呢? 这一点很可能是更有得益了。 好了,到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现在你的报告出来, 如何去后续的观察,以至后续的行动呢? 这些才是你官方能不能挽救形象, 挽救一个危机, 你说公关危机也好, 一个管治危机也好, 这个就要看后续了。 这个后续不一定说, 有要追究谁,跟着要人头落地, 你看看谁呢? 其实林郑月娥的解释是保护着她的, 以后就看怎样发烤了。 我的观察就是, 现在这个线已经是官方, 可能北京已经是包括了一条线的了, 就是她不想在这个特首选举裡面, 还有些什麽的红门宴的余波, 以至会不会又引发其他丑闻, 我想这个北京都不想出现的, 所以未来观察那个后续呢? 我从一些名为宏观的角度去看, 第一, 徐英伟辞职了, 是不是等于文责制、 是全面地真正地落實呢? 我只是提出一個方向大家觀察, 如果特區政府真是懂得, 或者是想在這個環節裡面以退為進的話, 有很多問題可以考慮。 例如說,現在大家不單止說是洪門劍, 你還反映了一個官場裡面的文化, 官場裡面的囚操,是否真的要這樣呢? 今天林鄭月娥的報告裡面, 其中有一點她表面上好像很巨勢無遺那樣, 一條一塊搞清楚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 但整體來說,又產生另外一個感覺或者視覺是怎樣呢? 你見她裡面經常所說,大家都有工作需要的, 十五位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等等, 他們都有工作需要的。 我常常說,你一定找到工作需要的, 你大纜都可以捨得來的。 如果這一點是成立的話, 為何那些官員你又不去接觸市民? 你接觸市民都有你的工作需要嘛, 為何他們不去接觸市民, 是接觸大家權力圈子裡面的人呢? 所以我就說,我不否定林鄭月娥所解釋的, 有工作需要一定有的。 你跟以前很多飯局, 即使你外國事節那些聯繫, 都是有工作需要的。 甚至你解釋到工作需要, 我要去摸底的等等,都是有需要的。 我只不過是說, 既然有這樣的工作需要的時候, 你都應該多點跟市民接觸啦,是吧? 今次這個檢討報告很強調有工作需要的。 好了,是否反過來間接確立了一些例子, 是更方便以後的囚躁文化呢?是吧? 這一個我又沒有結論, 我只不過提出來, 如果官方是趁這個機會裡面, 去以正官場的風氣,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來的。 眼前我猜大家官場、建制、 是呀,都會收斂的。 因為這個風頭火勢嘛, 大家都會多謝了, 我禮道人不道, 那很可能都會出現的。 好了,如果是這樣的話, 官方為了避免給人一個定了刑, 或者覺得你官官相偉, 你要避免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經常都作建議的。 而且這些建議是可行的, 操作性高,可行性強的。 等等,是甚麼呢? 好了,趁這個機會, 官方呢?你看看林鄭急著做, 即刻將她的官場裡面的囚躁指引, 即是你作為公務要對外接觸的指引, 囚躁指引是我通俗的說法來的, 其實港英政府也好,特區政府也好, 以致國內其實都有這些指引, 你就趁這個時候將指引從緊那方面說出來。 我所知你從緊, 你就可以包裝也好,怎樣也好。 你可以譬如說, 某個級別的官員, 將來去出席這些活動的時候, 你需要向上級去講明, 我為何要出席呢?我要工作需要等等。 有些人說,又是形式主義, 但你有形式,你都可以增加了一個問責的感覺。 雖然很可能過了一段時間又是例行公事, 但這個就是處理政治危機, 公關危機的一個技巧。 實際上工作人物不是太多的, 你向上級,如果你醒目的話, 你又要書面做, 外面的感覺就是在重緊。 另外,語言上可以多一些比較嚴厲, 或者嚴肅的語言。 譬如說,如果官方多講一下, 經一事掌握一事, 大家必須要注視市民的觀感。 你加多一句和無這句,就差很遠了。 大家說,現在林鄭月娥指責官員警覺性和敏感度不足。 你看她說的官員都具體講到這一類的東西。 但是大家就會反問, 林鄭月娥自己本身警覺性的敏感度有多少? 就是以戴口罩為例。 你都要敏感到, 大家專家已經提出, 你最好都要戴上了。 你有一個敏感度, 連這個這麼簡單的敏感度你都不做呢? 大家就會覺得, 你用警覺敏感度要求你的下屬呢? 這件事整體的觀感, 大家就覺得你能否以身作則呢? 甚至上我處理這些公關危機、政治危機的時候, 你顯示出來的姿態硬一些, 譬如你再加, 再犯是會更嚴肅處理, 或者下不為例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語言, 你能否令到眼前的困局去解決, 稍微燒燒民怨等等。 這些來講, 只不過我們又是港元, 就等如發瘋的, 無用的。 無論怎樣都好, 先在這裡跟大家公祝苦練, 苦苦生威,苦藥龍騰, 做生意,大家就苦懼龍盤, 但是最緊要不要虎頭蛇尾, 也不要胡假虎威, 總之身體健康,萬事勝義, 這個大家共同努力。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